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正義台下 各位老師 校長 很高興今天回來到我的故鄉 在這裡和大家分享 因為我這幾年來世界走 沒有福島學家法 在外面看到很多不同的事情 今天很高興回來到我的故鄉 來跟大家分享 這兩年我在網路館上和大家討論 本土議員說 我們本土議員現在有危機喔 很多人給我的歡迎 是說怎麼可能 你看台語現在有很多人在說 怎麼可能台語會死去 聽到這種話我都給他印什麼 我都給他印說 你敢知道你從台北一空 他的樓上跳下來你也不會死 你從台北一空他跳下來 要有十秒鐘的時間 你還要換 這就是為何我今天的導演品 用這張圖做背景 因為這就是台語目前的狀況 像是一台火車已經白煉出出來 背在半空中 要不會弄到肚子而已 這就是台語的現狀 不過我們現在先不要說未來的事情 我來跟大家分享我的過去 在台中的過去 我是一個五歲至三十二歲 完全都沒有說台灣話的台灣小孩 因為我們家的父母 應該也像在座很多人的父母一樣 在我去學校 學校了後 他們就認為 為了要配合小孩的教育 我現在就不要跟小孩說 我們祖先祖公媽的母語 要跟小孩說學校在用的意見 現在大家大部分的少年 又為他們的教育 那個法義 不過大部分的人 競然不會去想這個問題 為何是我們去配合 教育的議員 不是教育的議員 來配合我們的父母 這先不要說 今天我塞車來到正義大學 跟大家說一個很基本的 我怎麼跟大家證明 我以前是一個 無衷的教育台語的台灣小孩 大家今天看起來 從頭到尾 記得記得都跟你說台語 事實上你現在聽我說的台語 都是日空一半年開始 我自己練回來 我用我以前讀書 是高中大學學語 同樣的方法 同樣的法度 把我自己的母語學道回來 我怎麼跟你證明 我以前是一個 不想說台語的孩子 這件事就發生在 正義大學旁邊 差不多五、六年前 我爸帶我去那裡 買一台中古車 在那裡一台一台 要這樣試 一台一台這樣試 中古車 車店的老闆說台語 我就想要配合他說台語 不過那時候我講出口的話 是什麼樣的不正台語 來我試試看給大家看喔 塞車的時候 我今天塞車來 塞車的時候一定有這條 這個東西 你要把它好好設 這樣騎一聲 你車才可以塞車 請問這條東西 台語怎麼說 對 你們都說得出來 你們台語都贏過二十多歲時的我 因為那時候我在騎老闆的車 我問哪會騎老闆 老闆啊 你們這條鞋鞋鞋 是不是壞掉了 你這樣會聽 為什麼我把那個東西說鞋鞋鞋 鞋鞋鞋 鞋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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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位redit民家 我和家羅馬兩個人在家裡 我就跟她說什麼 我想 Sonic啦 我也讓次進來吃飯喔 結果我說出家的 這是什麼樣的意思 唯貨啊 we movement 你要echer 你這樣聽到這句話 怎麼會這樣子 是不是對 倫和倫這兩個日的差別 那些話題杜沒有 那些話題杜沒有 那些話說原理 含有矮 含有矮對 那是沒有共用的意思 台語說倫和倫也是完全不一樣的意思 我現在用英語解說給大家聽 倫來吃飯和倫來吃飯到底在哪裡 我如果說倫來吃飯 反而作英語它的意思其實是 We're going for dinner just so that you know but you're not invited 這是說倫來吃飯 那我要表達的那個意思 英語應該說Let's go dining together 這要說我們來吃飯 這是正確的 那不是用台語言那些客家法 這樣做無語來大漢的 小孩子 很多人都沒辦法分地清楚 這個倫和倫到底是差在哪裡 因為這種的分別 法語也沒有 英語也沒有 不過台語 客家法都有 這不是為它的鼓勵 因為我們從小孩沒有受到台語文的教育 事實上全台灣頭一份報紙 是台語的報紙 一百百五年的時候 中央教會辦的夫生會報 你如果是在一九一二年的時候 去現夫生會報 你會看到這個報紙 它的頭版在報什麼國際新聞 它的國際新聞在報公法大準 我念出來現在是我背起來 那個報紙裡面 嘻嘻嘻嘻嘻嘻嘻喔 不是我的翻譯喔 報紙裡面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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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什麼 在台西郎比較遠 美國那時候 有天下萬國地 一大這麼準 去碰到那個冰山 那隻是英國準 叫做Titanic 一九一二年 台灣已經有台語報紙在報到國際新聞了 Titanic點準的消息 不過大家沒有受到台語文的教育 都不會寫台語字 譬如說什麼 譬如說 我現在去背山 背到我腳腿上疼 這個東西大家應該說 鐵腿 不過沒有人會把這個鐵 鐵腿的鐵 到底是怎樣的 大家拿什麼二來道 更鐵的鐵 所以我真是叫 我要說我鐵腿 還有 六邊吃麵的時候 一碗麵這樣 放在麵塞 切一下 煮出來這碗麵 應該叫做 切仔麵 不過沒有人會把這個 切仔麵的 自己切到在安裝下 大家幫他寫做什麼 切仔麵 所以二十多會時 我也正經有這樣一次 我去到路邊 跟老闆點 說老闆一碗 切仔麵 老闆唱到 你到底是在說什麼 這就是二十多會時 我要這樣跟大家證明 我是一個 沒什麼事 說台語的小孩 在座的國外 有些人 說到二十多會時 還要多這麼練 我的台語是這兩年 結果自己去找回來 不過我到底是怎麼做的事情 是遇到什麼樣的事件 讓我割心 把自己的目標 去學校回來 日空一半年的時候 我在做飲米香 在飲米香 在飲米香 在飲米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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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飲米香 我今天 我鄉鄉想說 我不會跟小孩說台語 放米香 沒有我今天 來跟小孩說一句話 台語試試看 我說很簡單 我說 小朋友 我今天放米香給大家吃喔 比較一定小孩 如何回應 像沒人聽到我在說什麼呢 我沒心 我再問一次 小朋友 你誰聽 我現在說的 有聽到嗎 你聽到有抓一個手 給我看看 淡水的藥在行 100%的小孩 多少人抓手 5的 淡水的藥在行 存5%的小孩 聽台語聽到有 照我們現在的經驗在座 各位應該7、80% 都聽台語那聽到有 7、80%聽台語聽到的 少年級 自中 多少人會說 可能20% 30% 那7、80%會說 存2、3聲 7、80%會聽 存2、3聲 他會說 如果這樣吃 5%的小孩 會聽台語 裡面多少 會說 那有1% 這就是 台灣的面對 希望的現實 那一天 在淡水的藥在行 我親眼聽到一個小孩 這樣問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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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叔叔是不是香港人 為什麼我聽不懂他講的話 就換我人去了 警察 我剛才說台語 給你當作是香港人 這個小孩 問出這句話代表什麼 代表 這個小孩 可能5、6歲的人生 不說長 不過他沒聽到香港話 他知道世間有一個話 讓香港話是他所聽不到的 不過這個小孩 不知道世間有台灣話 他5、6歲的人生 住在淡水 是一個應該要說台語的地方 李天輝就是淡水人 不過那個小孩 不知道世間有台灣話 他一句 台灣話就不聽到 就是從那天開始 我正經開始要面對這個現實 什麼現實 我的無語 要死去 怎麼來跟大家說 我在這裡問這張圖 這張圖是 以台灣人出事的年 分對 把台語當作無語的比例 給他問這張圖 譬如說 你如果是在1950年出事 今年70歲的台灣人 這張圖裡面有百分之七十八 會認為台語是他的無語 不過 差不多兩三年前 中山大學社會下的教授 調查應該在那些學生文館發出去 下到回來的所有文館裡面 只有百分之七十幾的 中山學生人為 他的無語是台語 我們把這張圖放回去 剛才這張圖裡面 現在的台學生坐在這裡 差不多兩千年左右出事 前後一兩年 一兩年 稍微有差別 沒關係 兩千年出事的台灣人 百分之七十幾 因為他的無語是台語 我們現在來抓一個平均 台語四期的速度到底有外景 每十年就減十一% 在台灣 你出事的年 分每萬十年的台灣人 把台語當作無語的比例 就會減十一%下來 這樣我們現在來問一個很適格 很適格的問題 你看這張圖 十年減十一% 十年減十一% 一直出下去 請問 這張圖放到肚子 他變成百分之零 是世關幾年的事 很簡單的數學 當時 就是今年 世關二零二零年 台語四期的速度 平過期這四五十年 如果全都沒有漫 全都沒有漫 全都沒有漫 這就代表 從今年開始 出事的台灣小孩 大小孩 他會說 他的無語是台語的人 就會正式來變成百分之零 零台語世代要來了 這是你現在要感覺不到 因為那頂小孩 這頂零台語世代的小孩 現在又在報救 我還要向我講話 這就是我講的意思 台語其實已經從台北 一空在樓上跳下來 你只是還沒感覺 他撞到樓下而已 自我開始在網路上面 讓大家注意 台語在要死去的問題 很多熱心的夢友 來給我老婆 老婆說什麼 說 現在在台灣 你若是做什麼事 做什麼事 做什麼事 你的那種台語 一定是很有優勢 這些夢友 給大家熱心的提示 包括到什麼 譬如說 你若做中間 照顧老婆人 也沒那麼怕 你就要跟他講台語 你在便宜 給老婆來看便宜 來看便宜 來鄉親事大 你要跟他講台語 家庭買賣 你在做中人 買家賣家 現在大部分 都要是講台語的人 在做生理比較多 中小企業說生理 企業主 小老闆大老闆 大家都要是 聽台語比較親切 最後一項 常常聽到少年人 想要學台語的理由 就是什麼 我想要跟我阿公說話 給大家感到很感興 不過我想要提醒大家一件事 今天日空日空年 所有給台灣少年 給學台語的理由 現在都在這項圓口裡了 請問 圓口裡才會給你學台語的理由 有多一項 二十年後 那又在 二十年後去便宜 看便宜的人 現在幾歲 差不多四十五歲 五十歲左右 這項圓現在四十五歲 五十歲的台灣人 二十年後 他們是便宜裡面 最主要的環節 這項人有需要 你一定要跟他講台語嗎 沒有 這項人也是 二十年後 主要在買房子 買房子的人 他們有需要 你跟他說台語嗎 這項人也是 那時候 企業已經接班 給他們第二代 第二代 是說台語的人 還是說法語的人 跟你們一樣 是法語小 上一個 讓我們感到虛擬 二十年後 全台灣 還有 那個 只會說台語 不會說法語 阿公阿嬤 你現在走路 你去菜市 你去菜市 聽聽看 阿公阿嬤 如果帶孩子出來 他跟孩子說什麼 都說法語 意思就是 二十年後 二零四零年的 台灣 會變成一個 找無理由 給台語的台灣 那時候 因為老婆子 都回來了 二零四零年的 台灣 是一個 讓你找無任何理由 才好 學台語 的時代 所以 如果來到那個時代 年輕人完全找無理由 學台語 這樣台語到底會變成什麼樣 我說有一個現象 讓台語的 三話 就會發生 三話 就是三話 外語話 現出話 和表演話 去年 有一個政治事物 在台中海線 這裡穿起來 讓這單撇尾 自這個人穿起來 之後 我常常聽到 人說一句話 都是用法語說的 他說什麼 陳柏惟台語好強喔 我現在很想 我感覺這句話很奇怪 因為我在小時候 他久久空年代 我沒聽到 任何一個人說 出這種話 喔 那個人台語很厲害 這是因為什麼樣 因為 你敢想 你敢不聽到 一個日本人 學到另外一個日本人 講 你日本會很厲害 日本語 他一棒 你敢不聽到 一個英國人 學到另外一個英國人 說 Oh you're so fluent in English 不可能嘛 所以 你騎到台灣 你開始聽到 人說出 那個人台語很厲害 這句話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台語變成外國話了 現在越來越多台學 有台語問什麼 你說好事也是好事 代表年輕人 對台語越來越有心 不過 現在很想 到底什麼東西 會變成台學的社團 幸福才會變成台學的社團 就是那種 大家都不懂 只有一些人 有幸福自己去避免 這種東西 才會變成台學的社團 這就是現在台語的現狀 接下來還有有表演法 我去年去聽一個 讓作非究竟的音樂作 台上超過一半的樂團 都還要唱台語歌 但是台語歌唱完之後 他不要去拿著 跟觀眾朋友開講的時候 遊玩是說台語的樂團 只有一團 讓作派世少年 派世少年 派世少年 不是拿來講話在用的 欸 議員的 不是拿來講話在用的 這個現狀 如果繼續下去 台語會變成什麼 台語會變成 拉丁文 在現在的歐洲大陸 拉丁文是一個 已經死去一千黨的議員了 不過 九黨的歐洲大陸 也一樣 有人拿拉丁文來唱歌 聯合唱團 這就是一個表演專用的議員 這就是台語的未來 可能兩三百年後 你遊館會聽到台灣小孩 用台語在唱歌 不過你不聽到 他們用台語在講話 因為台語 行處法 表演法 外語法的現象 現在就已經開始了 接下來 最後一句 這是一個 聽到這裡 大家都覺得 心情實在是很沉重的 台語要死去了 我們都沒有法度來做一些什麼 我們必須行動 沒有錯 所以 像我現在在做的事情 我用學英語的法度 把自己的背部的學道回來 留學後 像我現在覺得 我的台語已經有夠練當了 現在我可以拿台語做什麼 這是一個 應該是一個 大創作的時代 專門來拿台語 下新的書店 因為 我們這台 舊的台語的火車 現在要想到頭腳 都在嘴巴巴了 我們也聽好 拿去設計一個新的火車 我們來把台語 衛生的設計度 一個更新 更趴 走更快 才會我們未來的台灣孩子 走向未來的新世界 因為常常聽到我們說 你要說台語 這個新的工具 的東西 你說不出來 那不行 來我念這幾句話給你聽 這幾句話在裡面 沒有浸給一個日書 是我發明的喔 而且 我把這幾句話 如果是寫在我的臉書館上 我最沒有有幾個 三四百的臉書的朋友 不用改歲 都看我有我在說什麼 我念給大家聽 你如果怕電拍給我 我常常看不到 沒有你去面子 找我的賣中 要留學 不過這個起伴 在打字 實在是萬 希望我們 已經有台語的思綠 這樣我直接說話 就聽好了 問字 獻給你 這是什麼獻 就是獻水配的獻 我剛才念出來的這句話 沒有任何一字一字 你是聽不到的 沒有 你都聽不到 不過阿公阿嬤的年代 有這種台語 沒有 阿公阿嬤沒有這種台語 就代表我們不可以 你這樣用台語在講話 也不是 因為這就是未來的新台語 要讓一個世紀的台灣人 來用的新台語 這就是我們今天在這裡說 起伴這個主題的意思 因為大家現在所接受的教育 是一個沒有在修科本土議員的 社會當中設計出來 如果像是 蒙古他們現在要記著的教育 香港人現在要記著的教育 就是 全部都用法義文在必修 這種教育 蒙古的老師 為了沒想要用法義文教授 他們甚至跳樓 就來標示抗議 不過這種教育 台灣人已經接受到70年了 不怪你們不會說台語 這不是你們的問題 因為台灣的教育制度 就是社會出來 要壓制本土議員 不過 我們個人有個人的選項 不一定要 尊教政府教育的制度 怎麼說 我們就怎麼走 這就是今天的起義 我可以決定 我要說什麼議員 感謝今天 大家各位來收聽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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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